你玩过这样的游戏吗 将一根绳子玩出各种花形后 两人之间就要比是谁的花形多 同时还要确保绳子在玩弄的时候不会打结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游戏 我们偶尔可以玩上几个小时 而70多年前的因纽特人 完全和文明世界不相往来 他们是怎么知道这样的玩法 难道我们这个游戏就是他们发明的吗 本期视频 我们将继续走进因纽特人 一起去看看因纽特人在闲暇时会做什么 同时也去看看他们是怎么在北极顽强活下来的 一早起床的翠花就开始制作油灯 她将鲑鱼肉砸碎 并放在油里点燃 这种方法可以让油灯长时间不灭 这样阿甘打猎回来后 屋内就可以暖暖的 此时还没吃饭的小甘找到妈妈 翠花拿出切成小块的海豹肉给小甘吃 小甘拿起一块肉就塞进嘴里 嘴里吃着肉 小甘也不小心 她在妈妈怀里撒娇 看到妈妈在锅弄油灯 调皮捣蛋的她也要试一下 趁翠花不注意的时候 还用火去烧家里的绳子 这不就是当年我们喜欢玩火的样子吗 是不是大家小时候玩火了 晚上睡觉就会尿床呢 小甘玩够火后 又开始去吹油灯 直到把油灯吹灭 翠花看到儿子这么顽皮 并没有打得或者骂她 她只是和她一起玩 任由孩子的胡闹 在翠花心里 孩子开心快乐最重要 本身环境太过艰苦 翠花再也不舍得让孩子 再受到一点委屈了 填饱肚子的小甘 又跑到外面和小伙伴们玩雪了 这次他们打算建造雪屋 在耳濡目染中 小甘从大人身上 已经学会了很多生存技巧 他以后注定会是一个优秀的猎人 当小甘们还在快乐玩耍时 同样还是孩子的小岁 早已爬到自家雪屋顶修补漏洞了 丈夫和长辈们出去打猎了 家里大大小小的事都需要她来处理 虽然自己还是小孩 但她也要学着为这个家庭出一份力 可能是由于长时间待在室外 小翠背上的孩子都已经扑了起来 她只好停下手上的工作 回到雪屋内安慰自己的儿子 将儿子放在背后的帽子里 顺便递给她一个玩具 然后自己就开始玩起石头 嘴里还开始唱起儿歌 石头是她在夏季营地收集的 儿歌是她妈妈传授给她的 就这样她可以和自己的儿子玩上一天 看着小翠玩得这么开心 你是不是也想这样去玩了呢 但不得不说 小翠笑起来是真的可爱 特别是那一对小虎牙 太让人喜爱了 不知道大家有同样的感受没 在我眼里 小翠就是不画 而淑芬家的孩子貌似更懂事一些了 今天淑芬打算给孩子们换换骨味 拿出家里仅有的鲑鱼 将鲑鱼眼睛切下来给女儿吃 鲑鱼的眼睛是最富含维生素的部位 所以与眼睛都是给小孩子吃的 貌似女儿吃完与眼睛并没有吃饱 她还在继续拨弄牛灯 不时将海豹油放入嘴里 因纽特人小孩没什么零食 加热烧熟的鲑鱼油可谓是美味 所以大人小孩都很喜欢 将鲑鱼油放在嘴里尝尝 北极的天真是说变就变 刚刚还是阳光明明 突然之间就是狂风大作 没得到任何预警的猎人们 此时还勾搂在冰面上抓海豹 即使暴风雪来临 他们还是想碰碰运气 希望能抓到一只海豹 宁愿自己受点苦 也不想让家里人受恶 可长时间的暴风雪 也只好让大家停止捕猎海豹 他们要等暴风雪停下来后 再去捕猎海豹 突如其来的暴风雪 打乱了猎人们的计划 他们商量着是不是要提前回家 但想着今天还没抓到海豹 如果现在回去 营地所有人都会饿肚子 表弟就提议还捕猎一段时间 天黑之前再回去 想想自己的妻儿 还在等自己带回食物 猎人们就决定继续捕猎海豹 终于猎人的坚守等来了收获 小翠的丈夫第一时间抓到一只海豹 这只海豹比表弟抓到的更大更肥爽 这时其他人也陆续抓到海豹 大家终于可以放心回家了 这些海豹足够全族人吃上几天了 看到猎人们都平安回来 还带回了海豹 女人们都特别高兴 出门迎接他们的归类 即使在寒风中 大家也是暖暖的 小翠第一次看到丈夫捕获到海豹 心里别说有多开心 赶紧上前帮忙给他们解绳子 今晚一定要好好奖励一下 收拾好海豹后 小翠和丈夫就回到雪屋 还没吃饭的丈夫早已饿得肚子咕咕直降 小翠赶紧将家里的鲑鱼肉拿出来给他吃 你一口我一口地吃起来 大家发现没有 他们吃鲑鱼肉是不是有点像在吃牛排 只是吃肉的时候要防止刀割到嘴了 看着爸妈都在这样吃肉了 做儿子的哪能落后 哭哭啼啼地看着小翠 表示自己也想要吃 小翠也只好切下薄薄一片放到孩子嘴里 小家伙满足地躲到小翠背后吃了起来 因纽特人吃的鲑鱼一般都是从血水中捕捞上来 寄生虫是很少的 加上在雪屋内生活比较困难 他们一般都是生吃鲑鱼 不知道此时养生的朋友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吃过晚饭后 这对小夫妻就开始玩起游戏 小翠把一根绳子打着锅口 然后将绳子放入装满石头和骨头的手套中 握住手套的出口不停地摇晃 然后慢慢把绳子拉出来 看谁能用绳子从里面套着东西并拉出来 丈夫觉得这个游戏很有意思 想让小翠教他怎么玩 小翠简单教学后 丈夫也学着小翠玩了起来 用力摇晃一会儿 然后慢慢拉出绳子 结果绳子上什么都没有 直接把小翠逗角 一个简单的小游戏就可以让小夫妻玩上几个小时 从而来打发北极漫长的黑夜 他们这种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真好 果然没物质的生活是最简单最幸福的 游戏玩味的两人也需要上床睡觉 两人也要为二太做准备了 而此时的阿甘还在给孩子们讲故事 说着他的光辉历史 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 不时发出哈哈的笑声 他也打算趁自己这个机会和翠花比试下完绳子 之前没人做工证人 翠花每次都不承认自己输 这次有这么多小孩子 他终于可以和翠花好好比一次了 这个游戏大家都玩过吧 小时候的我总是找来一些毛线 打劫后玩弄出各种形态 可最后都是以绳子打劫来收尾 不知道大家有这样的经历没 因纽特人的生活态度感染了我 这样艰苦的条件 他们每个人都表现得乐观 积极坦然 同样身处这样好环境的我们 为何不好好享受生活 好好对待家人呢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如果大家想继续了解 因纽特人的生活 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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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